这个女孩只是关门动作稍稍大了一点 把门排号的六换成了九 就这点小变化 却被女孩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当晚拿出抽屉里的一把左轮 正打算给自己一个终结 现在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生无可恋了 但是可能还是有点害怕 她放下了左轮 就当她打开门准备出去扔垃圾的时候 看到门口放了一个箱子 她只认为是一个普通快递 就一脚踢到房子里 等她回来打开箱子的时候 傻眼了 满箱子的美金吓坏了女孩 现在怎么办 经过思想斗争之后 她做出一个选择 这个选择也将她带入深渊 她再次开门确认有没有人注意 然后迅速关门 就在她想着怎么处理这笔钱的时候 门被敲响 两个男人问 女孩装出非常冷静的神情 生怕被人看出破绽 告诉他们 很显然这两个凶神恶煞的人 并没有相信女人的话 等他们离开后 她用一个快递袋子将美金全部装起来 就在她装美金的时候 门又被急切地敲响了 她知道坏事了 她立马把钱顺手扔到柜子上 就在她决定开不开门的时候 那两个男人把门撞开 近来二话没说就给女孩一个大巴掌 然后拎起女孩的头 说完两人就开始寻找美金 女孩已经知道这次要死定了 怎么办 已经在她的心里设想无数个结局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发生了 快递袋子掉落下来 钱也散落一地 女孩立马拿出一个花瓶砸晕男人 厕所的男人走着 立马就给女孩打倒在地 男人把女孩拖到床上掐住脖子 女孩就在快要断气的时候 摸索到一把水果刀 然后就找准男人的肾脏一刀就插了进去 男人直接被暴肾 瞬间就晕死过去 所以小伙伴要么暴肝 要么暴肾都是直接致命 房间里的电话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两个男人躺在地上 这一切似乎像是一场梦 女孩用脚踢了一下地上的男人 看来也是死透了 现在要如何处理这两具尸体呢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闺蜜 想让她帮忙一起处理尸体 但是这也是她最不该做的事情 而这个傻闺蜜完全没有给阿兔说话的机会 就牵着男朋友的手离开了城市回老家了 阿兔看没有人帮忙 只好自己回家动手处理尸体了 她首先取出水果刀 冲洗干净 然后拿出床单将男人盖上 她先将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给装到自己的衣柜里 然后用被子和衣服给挡住 再把年轻的男人给放到铁箱子里 再用被罩和纸盒子给盖住 然后把地上的血迹给清洗干净 而她所做的这一切 却忘记将他们的手机给关系了 再拿出美金数算清楚 一共二百万 然后用袋子打包好 拿出一万现金写一封信先给父亲寄过去 剩下的全部放到马桶里 然后打开电脑寻找签证出国的办法 没错 阿兔要第一时间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是事情远远没有她想的那么简单 第二天又来了两个穿着完全相同制服的人 幸好和阿兔错开了 他们首先找到九号房间 里面已经全部空了 没有任何发现 之后他们走出来看到一个猥琐男 询问是否看到两个男人来过 猥琐男把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说话的事给他们说了 就在这时 门上的六突然掉转下来 他们忽然明白了 进门之后他们查找了房间的脚脚落落 就在这个时候铁箱子里的手机响了 两个男人立马发现了里面的尸体 吓坏了 没敢多想 立马打电话给老大 原来这二百万是这个白胡子的 他们因为只找到一个尸体 所以他们怀疑是另外一个男的和这个阿兔小姐合谋杀人拿钱 就在这个时候老大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 年纪大的男人也顺势倒了出来 一下把两人再次吓上 这一天要多次背下晚上可能是睡不着 老大忽然明白有人想要私吞这笔钱 为了不打草惊蛇 要求他们把现场全部还原 然后离开 一场更大的计划在白胡子的心中浮现 而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白胡子打完电话回到办公室 对面坐着的就是阿兔 原来他通过网上找到的签证机构就是白胡子发布的 我的天啊 真的是掉入虎口了呀 阿兔说自己要签证到芬兰去 很显然白胡子经营的可不是一般的签证机构 而是更加邪恶的黑暗产业 那么阿兔的命运会怎么走向呢 这样的价格实在是贵啊 但是白胡子对自己的报价一点都不慌 因为他太知道 能弄到合法的都不会找自己的 而找自己的都是旁门走道 阿兔心里很清楚 这个时候只能任人宰割了 他拿出包里的现金 交了五万的定金 另外五万晚上十点拿正的时候交付 而白胡子压根不知道这些钱全部都是自己的 付了定金之后 阿兔来到市场买了一个大竹篮 可以躺一个人的 阿兔房间里的两个男人很快就将房间收拾好 然后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还不忘把门牌给扶正 而就在他们离开后 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又进了阿兔的房间 点了一支烟 然后扔到马桶里 就在他想要冲掉烟嘴的时候 马桶坏了 这下可把他给吓坏了 主要是不冲下去 被发现那不是要完蛋了 就打开盖子 发现了这包钱 而就在他要打开这包钱的时候 阿兔带着篮子回来了 男人又把钱给放回去了 趁着阿兔再付劳务费的时候 男人打开了柜门 钻了进去 阿兔将篮子摆好 就看向男人钻入的柜子 没错他要把柜子里的尸体给装进去 很显然这个时候的尸体已经僵硬 想要弯曲还是有点麻烦的 柜子里的男人已经吓傻了 就在阿兔想要洗手的时候 看到马桶里的烟组 立马警觉起来 他立马把那把水果刀拿起来 然后查看床底 再一步一步走向柜子 柜子里的男人也拿出M9等着这一刻 就在他准备打开柜子的时候 门被敲响了 原来一名探员过来调查 隔壁的房间嗑药的事情 想问问阿兔有没有发现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探员发现了 那个还没打包的尸体 阿兔被吓得举起双手 探员立马开始在房间搜索 因为要杀这样一个大男人 一个弱女子肯定不行的 就在他查看的时候 被柜子里的男人给射杀了 而柜子里的男人还没走几步也倒下 这下好了又多了两具尸体 吓傻了阿兔 没有办法 谁叫我们阿兔人美心善呢 只能给他们各自找个窝 黑衣的男子放到浴缸里 准备拿起男人的手机查看的时候 门又被敲响了 阿兔小心地开门 原来是楼下的女人过来借东西的 阿兔答应了 而这个女人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探员男友就躺在这间房子里 阿兔打翻女人后 将探员给藏到厕所的门后 然后再次清洗地板的血迹 打扫完了后 将酱油给送到楼下的6号 女人非常热情 将阿兔给拉进去一起吃东西 而他们吃的是木瓜 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的胸部如此扣张了 就在这个时候阿兔发现了探员的外套 再看照片 傻眼了 照片上分明就是探员 他立马撤离 不敢多说一句 就在他开车离开后 又一个黑衣男子骑着摩托过来 从服装上看就知道和浴缸里的男人是衣服 阿兔再次来到竹篮的地方 这次要买两个了 老板人很好 直接给阿兔优惠了1000元 就在阿兔购买竹篮的时候 那两个花衣服的男人正在给阿兔拍照 然后骑着摩托跟踪阿兔 阿兔来到一家咖啡店 加了酒勺糖 似乎阿兔的命运一直离不开酒的诅咒 他的老板过来是因为公司遣散 要分给遣散的员工遣散费的 而阿兔不知道的是 这个老大的手下就是死在他房子里的黑衣人 一切都是如此的巧合 老板拿出5万元的遣散费 让他不要闹事 因为有别人并没有这个遣散费 但是阿兔选择放弃这个钱 让老板把这个钱给别的员工 与此同时 黑衣男子已经跟着手机的铃声 进入阿兔的房间 拿起桌子上的手机 进入卫生间 找到同事的尸体也发现了门后的人 他立马拔出M9 开了6块 尸体再次倒在地上 男人以为是自己杀了他 还骂了一句 他立马打电话给老板邀功 说自己比探员更加快 抢先一手 老板立马让他离开现场 男人在离开之前 又开了两发打了自己的同事 这全部错乱的人生啊 男人离开的时候 阿兔也正好回来 而恰巧的是 楼下6号的女人 也正好过来还酱油 女人赶走送货的男人 然后非要帮忙阿兔拿竹篮 一走进房子就打开了窗帘 人就是话多要出事 果然这个女人就是话多 非要坐下来一直说 一直说 我都烦了 阿兔实在不想多纠缠 因为他已经看到 探员的尸体倒下来了 幸好阿兔的速度快 将女人给拦住了 不然就要看到自己的男友了 等女人走后 阿兔开始再次打扫地上的血迹 很显然楼下的女人 并不是省油的灯 他叫上自己的两个姐妹 开始到阿兔的通通口观察 想要看看阿兔的丑事 哪里知道看到了 他们意想不到的事 一下晕倒 因为他认为是自己的男友 和阿兔搞到一起了 一下受不了这个刺激 阿兔将四具尸体全部都装好 再上锁 就离开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 篮子开始动了起来 乍势了 探员钻了出来 他先将篮子重新恢复原样 然后拿着自己的M9就出去了 而阿兔再次找到闺蜜 让他过来一起帮忙搬运尸体 一个人肯定搬不动 四个箱子顺利地被拉上车 然后阿兔开车来到湖边 将篮子给推下湖里 这个时候闺蜜才意识到 篮子里藏着的不是书 闺蜜非要看看你 阿兔没有办法打开箱子 让闺蜜看得够 顺便把M9拿出来 湖水淹没了一切 同时也吓坏了闺蜜 就在他们开车离开之后 湖里钻出一个人来 就是黑衣男 阿兔立马开车来到约好的 十点拿护照的地点 但是这边一个人都没有 他看到玉手里放着的一本护照 打开一看 就是自己的照片 他毫不犹豫地放到自己的包里 就在转身之时 一个男人拿着M9正在指着自己 而倒霉闺蜜正好出现 直接就下线了 然后叫阿兔开车 准备去找白胡子 在路上阿兔只是放了一首 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曲 让黄发男忽然哭了 停下来 开始诉说自己对妈妈的撕恋 这种笑子是真的少见 哭得太伤心了 阿兔哪里能放弃这个机会 立马上手躲M9 一声枪响后 阿兔再次活了下来 他立马开车回到闺蜜这边 确认闺蜜是彻底死透透了 阿兔捡起旁边的包 然后将闺蜜挪到自己的车上 回到闺蜜的房子 伪装成自杀 然后离开 阿兔再次回到自己的住处 电话铃从自己的房子传出来 而房牌6已经掉落在地 隔壁的房间躺着9具尸体 而自己的房间躺着6具尸体 阿兔已经没有任何惊吓了 他早就已经习惯了 他绕过尸体 然后过来接起电话 还是那个骚扰电话 也正是这个电话 引发了一共15具尸体的出现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那笔钱 而现在这笔钱正在马桶里 阿兔拉出钱 装好衣服 立马离开 开车直接来到机场 但是此时的机场已经满了巡警 阿兔明白这是在找自己 他重新回到车上 找了一间旅店 这次又是房间6号 这部剧所有的数据都离不开6和9 而阿兔也是离不开这个数字 而这一夜 他多想自己回到小时候的地方 如果当初看到这笔钱的时候 不选择私吞 会不会就是另外的结局了呢 阿兔为了能弥补自己的选择过错 他再次开车来到扔尸体的户 然后将钱袋子扔了下去 一切都结束了 烧了该死的护照 画面回到那天夜里 阿兔拿着左轮对着自己 已经死在了当场 而后来所有发生的 之所以这么奇怪 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阿兔生死停留 发生的这一切 这个故事告诉我 不是你的 你千万不要拿 记住 千万不要拿 般若